現在我們正在運行牛肉和香腸 現在我們正在運行這條路上 看這間由家族經營名為瘋狂塔克餅的工廠 員工們活力全開的感知塔克餅 因為店裡面供不應求 我們正在所有貨品級的商品裡賣 人們正在購買食物 我們在過去兩星期的10至12小時的移動 試著跟需求 我認為貨品的商品很順暢 他們明白了 你做的東西都賣 瘋狂塔克餅工廠雖然因為當地餐館關閉 銷售而下降 但是在零售方面卻湧入大量訂單 足以讓20名全職員工繼續上班 我們很感謝阿拉斯克人給予 各地的商品 而不是我們 我認為是各地的商品 為了表達感謝 工廠還捐贈出一袋袋的薯條 和塔克餅要給低收入戶家庭 所以我們把他們包包 然後給他們到食物銀行 能知足感恩又樂於付出 結果就成為這家企業逆境求生的好方法 東四新聞團隊在阿拉斯加州的綜合報導